請高路移用委員 詢詢詢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院長 請書院長 院長早安 喂 妳好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 我想在今天 我也是祝福各位婦女婦女節快樂 那我想台灣應該要成為更重視婦女的國家 對不對 應該 所以呢 之前的這個有關於女性的不管是創業 不管是貸款 不管是這個任何的這個產業的提升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盡力的去營造這個婦女友善的這個環境 形塑所謂的婦女經濟學 所以院長 你可以承諾也可以做到嗎 這一定要做的 我們家都是女生 你們家都是女生 好 那我想大家院長也非常清楚 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劍是什麼 就是婦女經濟學 所以呢 希望就是不管是現在所國際所知道的這個婦女的這個低薪的問題 還有就是增加這個管理階層的婦女的就業的問題 領導這個產業 這希望能夠成為蘇院長上任之後很重要的政策 好 接下來 3月1號的時候那時候是連續假期 我想院長也非常清楚 您特地到台東來考察 仿視北南鄉以及都蘭部落對不對 好 那本席也非常贊同就是院長是用這種 接替器走動式的管理 但是本席要在這裡提醒 因為在排程上應該要注意行政中立 為什麼呢 北南鄉長是您的愛將吳秉睿的助理 曾經 再來就是都蘭部落是您的千金 他是都蘭部落的媳婦 我想我在這邊也希望 院長在宣示重大政策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投入地方的資源 我怕被人家做文章 違反了這個行政中立 也提醒院長注意一下 這個是地方上一再的請求 那麼我們去解決地方問題 尤其像這個我們看的這個部落 那也是他已經期限也到了 所以都是到而且現場也是國民黨籍 他也非常歡迎 而且非常肯定感謝 院長 如果本席沒有支持你 我不會出現在現場 好嗎 謝謝 接下來我們提醒的 就是我們進到主題 有關於經濟的問題 小英總統一上任 強調非常重要的 5加2的產業 院長也非常清楚 但是呢 5加2有哪些產業呢 有智慧機械 亞洲矽骨 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國防 還有這個新農業跟循環經濟 可是這個7個產業 他要各自為政嗎 有的歸償 我到目前為止 我非常關心這個5加2的產業 也積極的協助這個行政院 去Push 5加2的產業 但是我們來看國建國造 大家看國建國造 我們要只看台灣的本土產業 只有做什麼 做殼 不管什麼東西就做外觀 可是裡面呢 不管裡面的這個精密機械 或者是這個軟體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國防裡面的 非常要清楚的 去裡面的一些中心的核心的設備 其實都是外資 其實都是國外的 這個業者在做 那我們5加2的產業 希望是透過這7個產業 能提升台灣經濟活絡經濟 院長我說對嗎 很謝謝委員指教 像您說5加2產業 像昨天我們院會剛剛有生醫產業的報告 他就不是只有科技部 他就衛福部 他相關的部會都是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不是各自為政 另外有關國建國造 我們也大大提升各方面自治能力 詳細的請請 我想部長 以及院長 我希望就是部長跟院長 都能夠積極的落實 本席一直強調的 本土化 國產化 因為像是離岸風機這樣的一個狀況 部長也非常清楚 離岸風機這幾個階段 都是外資拿到 最後再賣給那支 我們希望達到的 是能夠本土化產業化 離岸風電因為這個都是在外國開始 所以外國的開發商 建基礎和建資金 來跟我們國內的商業 我們有要求國產化 所以用這個機會 我們就是跟外鄉作為 好謝謝部長 您非常清楚我的這個目的就是 這個七個產業真正能帶動台灣的經濟 活絡台灣的產業 就像是我們推的五家漢的新農業 能不能跟循環經濟結合 我們的國防產業 能不能跟綠能科技結合 或者是生醫智慧機械 他們能不能結合 我在這裡具體的 請院長 建議院長 以您的高度 請把這個五家二的產業 弄成一個平台 讓您的高度 去把這個五個產業 可以互相配合 互相拉抬 這樣做得到嗎 這也是硬乾的 好 因為國產化不能流於形式 而是要兼顧 拉動中小企業的這樣的能量 好 我相信院長一定說 這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繼續往下一題走 好 再來 我非常關心的就是 東部產業的升級 東部產業的升級 可是呢 我們發現在經濟 這個經濟部裡面的工業局 有像這種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 這裡面呢 有115案 好 核定的 結果只有一案在東部 是豐樂工業區 結果豐樂工業區 只是做基礎建設 好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工業局的案子 再下一張 中小企業處有一個 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 24項核定 結果在花東 0案 再下一張 基礎處 這一次 在做無人載具 結果我們發現 整個在台灣地區 希望能夠用這樣的一個 無人載具的產業去做 或是電動車的產業來做 沒有 東部地區 沒有一家產業在做這個東西 好 再來 中小企業處還有一個案子 我發現說 中小企業處的這個產業園區 這個錢 結果呢 不是給中小企業去拿到 是什麼 是財團 一家可以高達 兩三百人的公司去拿到 院長 這個不是在你任內的時候 你上任的時候我就講過了 在賴院長的時候我就講過這一題 可是呢 能不能改善 能不能改善 讓這一些資源真正能落實到東部地區 請問我是不是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要怎麼落實在地 我們是希望在地的管市政府 提案 我們中小企業來跟福島 利用中央和電影合作來發展電影經濟 這我們可以來做 可以做到嗎 接下來 如果經濟部的各項計畫 請不要忽略我們東部地區 請不要忽略我們東部地區 因為院長特地 為了原住民的失誤來到我們台東 那麼重視我們東部 那經濟部也要一起重視東部 好嗎 院長可以幫我提醒經濟部嗎 好 再接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上一次也提醒的 就是經濟部也應該在東部 在各項的政策跟計畫 有一個東部的這個專案小組協助處理 那這個我想這個上一次都 院長也 部長也答應說要組成 請繼續做下去 我希望能夠看到這個東部的專案小組 好下一個我們談的是地方創生 有關於地方創生 院長你知道地方創生是什麼嗎 我最知道地方創生 好 因為我當線 來到東部 去都蘭部落 你也講說 你這個 這個都蘭部落也要用地方創生的做法來提升 我非常清楚 我每一句話都記在腦海裡 但是呢 地方創生是什麼 地方創生就是 地方有活力 國家有生機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我們讓它發展起來 讓這個產業也能夠 最後達到自給自足 那中在過程中 政府加強協力 最後 地方不但有就業機會 甚至可以讓青年 緩鄉 最後成為一個大大的 每一個地方 也能夠有地方人才的培養 經營管理的人才之後 中央給它大力 我這次 準備大力補助 讓它從 林場的育苗 人才的管理 積極的攻擊 最後 這個地方成為一個 非常有特色的部落 好 謝謝院長 去用產業花展 那您說了 要變成非常有特色的部落 那請問這跟OTOP有什麼差別 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要用讓在地的人 一鄉一特色 就是剛剛院長一直強調的 所以我們說 地方創生是從這個日本這邊 借進過來 那我們也要學好 地方創生其實最重要的 是減緩人口繼續往首都集中移動 所定定的 也因此它必須要有長遠的戰略 還有眼光 那要選出 企圖讓這個發展地方 發展出一個因地制宜的策略 不只要讓年輕人回鄉 還要改造地方的生活 留住年輕人 因此呢 它是要讓地方變得有吸引人 年輕人回來之後 不想要出去 所以你即便你說要放天燈 要做什麼 它只是創造特色 而不是創造地方的吸引力 這就是我講的 如果我們要做地方創生 也要把它拉開 跟OTOP一鄉一特色 這樣的政策做出區隔 這才是日本的做法 日本有非常多的做法 它有三個專法 然後有兩個組織在協助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專門的基金 現在我知道我們東部的地方創生 用花東發展基金 還有其他的基金 離島基金 而他不是專門針對地方創生的做的 因為花東發展基金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花東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是針對花東發展 它必須要訂定在地的綜合發展計畫 它跟地方創生不同 行政院在地方創生裡面 還提到一個叫做TESAS系統 我想陳美玲主委非常清楚 這個也是超日本的 R.E.S.A.S. 就是RESAS 好 那你看我們的TES TESAS系統 我們叫做TESAS TESAS 那請問一下 這個系統弄出來 會不會是一個文子系統 我知道這個案子 在108年3月15號會上線 是在去年的時候決標 然後招標金額是270萬 好270萬的案子 但是比較日本的 這個RESAS 日本的這個部分 它是作為可以掌握資訊 然後當日本進步的力量 那它的裡面包含了產業結構 人口動態 人口流動 大數據整合在視覺化之後 讓每個人都能夠 輕易的進入到那個網站 然後呢 了解在地的需求 然後了解在地的狀況 可是我們如果接下來 3月15號要上網 的TESAS 有沒有這些功能 有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用原來既有的 相關的這些資料庫 去做一個整合 那另外一個 我想那個不是招標金額的問題 關鍵是我們裡面的內容 能不能發揮台灣地方創生 所需要的所有資訊 我在這邊最後還是要提醒 日本曾經用RESAS 舉辦競賽 結果德做出一個 就是可以做出地方創生的計畫 在日本 德獎的是高中生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計畫 能夠做到連小農 連學生 都可以看得懂 然後做出一個地方創生的 這樣的一個構想 這個才是台灣地方創生 能夠做到的一個行動 而是實質 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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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法 已經 審查 從 2016 開始 已經審查 加進三年 有沒有這個 科學法 你會覺得 你懂 沒有 看 能夠 好 謝謝高路移用委員 剛才高路移用委員的執行請行政院 再給你書面答覆好不好 好 謝謝蘇院長